有人喜欢与异性朋友打交道 有些人则对此感到沮丧 没有技巧或模板可以固定地指导您如何与异性朋友建立关系 但是有几个可以尝试的方法可以增加您与异性朋友的机会 并确保您的朋友之间的关系根基坚固 首先 确保您的言行举止是尊重的 对任何异性朋友思考之前做出任何行动 并且不要太迅速评价他们 异性朋友可能会对未被听取或未被有礼貌的对待而感到反感 其次 保持联系 愿意与异性朋友联系并且分享一些共同兴趣 好好珍惜新朋友给予您的机会 愿意聆听他们 把他们视为您朋友的人 并且让他们知道您已经从中获得了可贵的想法和弊意 最后 参与社交活动 参加一些活动会使您有机会与各种异性朋友接触 并开展对话 冒险去找一些不同的朋友 学习他们的社交技巧 并获得新朋友之间建立友谊的技巧 为自己做一些积极的行动 这样就可以设置一个良好的基础 来建立与异性朋友的关系 征服异性的方法 征服异性就要让对方有兴趣 需要把自己的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 让对方有相当的好感 有几个要点可以参考 尊重对方 尊重对方会让对方有感觉被重视和被肯定 对征服异性有很大的帮助 二 表现出对对方的兴趣 对对方有兴趣 透过兴趣来寻找共同点 可以让对方慢慢地变得接近你 三 显示自信 耐心 安全感和自信是征服异性的基础 让对方能感受到你对自己的自信 有助于征服异性 四 尊重对方的选择 尊重对方的意见和选择 对征服异性也是至关重要的 让对方感到被重视 让对方更加有信心 五 对对方表示尊重 对对方表示尊重 可以让对方觉得被重视 也可以让对方把你视为可信赖的对象 可以在征服异性中获得正面的效果 如果你能遵循以上的要点 在征服异性的过程中绝对能获得成功 异性交友是一件难事 但它并不是不可能完成 你需要拥有足够的信心 勇气和耐心 以完成异性朋友的挑战 各位加油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